台东上德 一个常年没有诊所便利商店 但有很多长者的部落 成仁鼎则是少数愿意返向的青年 五年前回来原因是因为 刚好我们上德村有个开发案 挡下来之后发现 村子里面不是单纯开发案的这个问题 老人 老人是个大问题 上德村人口外流严重 劳动力不足 当地长者只好靠着打林工生存 是种不忍故乡凋零的情感 村人鼎权地留下来做些改变 创业种香草 我们要介绍 这个是班长 最早来上班的 尹娜你看他们一眼 我是喜欢这个环境才回来 那我就要找一个能友善环境的产业 才选择做香草种植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过程当中是跟老人一起工作 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观察说 他们今天身体状况怎么样 能不能复合这样工作 成人鼎借重长者的农耕经验 组成高龄团队种香草 让身体好的去水田工作 状况不佳地留在工厂插秧育苗 希望能透过劳动与群体活动 减缓失能发生的速度 现在这位返乡青年 已经成了全村的管家工 尹娜 好 你在做什么 我睡觉面 你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在睡觉 我们是圣母医院 在新加工 那就是每个月他那个医师都会进来这边 帮大家看见 成人鼎之所以能够获得全村的信任 是因为这五年间 他自愿开办社区关怀照护据典 帮老人家送餐 甚至代替他们的儿女送药到家 现在有了居家医疗 他也乐于当带路人 协助医师走入社区 然而身处偏乡的尚德村 附近没有任何医院日间照护中心 因此目前无法获得长召2.0政策 所提供的复合式照护 成人鼎人在靠着自己 行锁守护网 甚至让孩子上场 成为守护长者的一员 好 好 事实上是他们会看着小孩子 照顾小孩子 那他会觉得他被需要 小孩子回馈给他是一个温暖跟笑容 那对他们讲在心底上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我说人不是纯粹需要 被需要也是很重要 你跟老母回家好了好不好 妈 没有 妈妈 我们要给你睡觉啊 我们一起睡觉啊 你会打呼睡 我不会打呼 你会打呼你就跟老母一样 好啊 我觉得我们对养老这件事情 跟照顾这件事情 应该是在地生活 在地养老 应该在地老去 这是对他们也是最幸福的事情 用香草味故乡扎根 将社区里的长者细在一块 成人鼎努力扩大上德村的经济规模 带着一群一纳 持续种着带来改变的香草 持续唱着歌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 能传出山谷间 被更多拥有共同理念的人听到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